新北市中和区新店区爆发灯格热疫情 目前新店安坑地区有8个里列入高风险区域 而新北市包括清洁队、卫生局、环保局与礼办公处 也全力动员进行清销作业 除了喷药消毒之外 并且进行积水容器的清除 全面做到滋生源的防治 居家环境的部分 就是说就滋生源的部分 蚊子喜欢干净不流动的水 那就这个部分注意一下 积水容器、花盆 这些积水容器的话 尽量现在都把它移除 先不要用底盘 然后让蚊子没有一个滋生的地方 另外新店区长陈宜娟表示 因为阳性个案有天山公园的活动时 目前天山公园进行封闭 请民众不要前往触发 还是呼吁大家尽量扫到天山公园去 现在只要进入到天山公园 就会被罚款30万 就这个部分还是请大家 在这个管制期间 请多多配合 此外卫生局提醒 民众如有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腹泻出疹等登革热疑似症状 请尽速就医 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活动时 新门市政府也呼吁 防治登革热除了政府的努力 也需要市民配合 做好整个环境的寻道清刷 清除滋生源 市府也将持续查核 如今防疫人员查获阳性滋生源 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开罚新台币3000到15000元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